决战创业时刻 让你饮食创业 不走冤枉路 好 各位好 我是实力的总编辑 仪展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 可以邀请我们 微风超市的副总 罗大为副总 过来这边 跟我们十大人物会客室 这个节目 来过来跟我们聊聊 因为我们今天设定的主题是 顶级超市的经营之道 那我们都知道 微风超市在台湾顶级超市 是非常知名的 包括就是说 他有台湾顶级超市 最大的屏数 在南山店那边 然后还包括他们的品项 都非常的知名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有荣幸 可以请到副总 来跟我们谈谈 就是说 我相信经营顶级超市 一定有他特别的独门之道 那我们先欢迎副总 来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 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微风超市罗大为 其实副总你的声音很有弹性 那因为副总刚才在上节目的时候 一直会担心就是自己的声音 可是我听起来 这声音的确实 坦白讲 比我还适合吃广播这张饭 所以我觉得就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主题了 就是说 其实我今天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 整个做完研究之后 我觉得超市经营 其实真的是一个 很有美感的产业 所以一开始的切入 我就想要请副总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说 为什么大部分的百货业 他都会去经营超市 然后再来就是说 为什么微风超市 会把自己这个超市的定位 定义在顶级超市这个位置 这中间思考的点会是什么 可以让副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 我说一下 百货公司为什么都一定有超市 在我们台湾这样看下来 大概不是每间都有 那为什么一定要有 我想一下我们公司 微风百货 当时建制 当时要盖这个商场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放进来了 就是我们把顶级的定义 先想一下 什么是顶级 因为我们除了百货的精品以外 我们想要让消费者是 逛超市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逛超市是生活的一种 所以当时我们把超市 放进来微风百货里面 那再来我们如何规划这个超市 那什么是顶级 那时候在规划 微风超市的时候 还没有 欧美 日本 韩国产品还没有这么多 就是我们的主轴先出来了 那我们如何让消费者感觉 逛超市是一种享受 所以你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给他 是我们传统看到的一般超市 可能你在买东西的时候 客人要经过 你要起身让他经过 就是 所以在那个 包括就是说 整体的环境的塑造 还包括品项素 还有产品的质量 副总你刚才提到一个 很大的特色 就是人员的训练 这件事情 也是你们特别在意的一点 对 像消费者如果今天 在蔬菜或水果前面 他在犹豫的时候 或他动作 希望的时候 我们会有人过去关心一下 需要什么吗 因为这里还有 你们还有专属的管家 对 就是还包括就是说 如果他挑酒 对 就是说你会有专门 懂酒的管家 可以去建议他 该用什么样的餐配 什么样的酒 是 然后因为你们还有 很多的酒的品牌 对 会帮他介绍 我举例 像清酒 清酒在我们超市里面 看到的清酒 是一整柜的 它不会是单独 十个品箱 或五十个品箱 整个都是清酒 全台湾最大的清酒 就是在我们的超市里面 南山店那一个 对 整座都是 那时候客人跟我们说 他就是要 十四代的清酒 那他有分很多 是 那他大概跟我们讲 目标的时候 我们就去帮你找 我们给他 不只是我架上的产品 你需要什么 我帮你去找 真的假的 对 所以你们还有隐藏版的商品吗 当这个质量上 看不到的时候 你提得出来 那我们就去找 是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酒商 那因为酒商 不一定会把酒放在这里 对 因为陈列的空间有限 对 或者是酒商 他也替我们去找 所以我可能有这个需求 那我就会帮他想办法 达到他所要的 那像你今天要吃牛排 我让你配红酒 或白酒 要吃海鲜 要配什么样的酒 我们都有专人介绍 逢年过节送礼的时候 这块就发挥很大的效果了 就你如何送礼刚刚好 那又不会让自己的荷包失血 又不会失礼 对 那所以呢 我们人员的养成是 较长的 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 就是说我们想要了解 顶级超市跟一般超市的差别在哪里 那我们刚才知道就是说 其实像一般的超市 他就把自己的场域 当作是一个货架而已 我就摆上去 然后你自己挑 反正结账 一般超市的逻辑概念是这一种 不懂刚才提到的是 很多在服务面向的 这件事情 所以你刚才提到就是说 从包括就是说品项数 我们知道那个 微风超市南山店 是一般超市的两倍 其实品项数非常的齐全 数量又多 再来就是说 还包括想要了解就是 副总 你们在那个体系超市的打造上面 你们装潢成本 你们有去算过 就是说你们在什么样的 不论是服务的思维 装潢上面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去塑造这样的一个空间 对 这个也是我们想要知道的 好 像我们再建置一个 像到南山 看一下我们的起司柜 它的冰箱跟传统冰箱 都是欧洲进来的冰箱 它很特别 除了它的温度 控温是很强的以外 它的玻璃是没有角的 它是让你在 选购商品的时候 它是有弧度的 你看进去 你不会觉得 它是反光的 对 这个都是很细微的操作 一般人真的是 不懂你不讲 那个是没有人会知道 原来这么样的用心 对 然后其实 当你在取货的时候 它的温度流失 它是内稀释的 所以说 它不会让温度流失 确保这个高档的品质 不会有变值 对 所以它的温差 不会是我们看到 平常冰箱正负0.2 温差是更小的 对 那这是我们要的 所以在设备上的投资 我们 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会比较肯定 花钱 是 维持品质的 对 那像我们在做 我们的陈列价也是一样 像比较常看到 百货公司的潮池 他们陈列会是就一般大家看得到 这样会 因为这样子比较 平效会比较符合 超市要的效益 但是我们会特别去做柜子 对 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除了它让你看起来 比较舒服以外 你不会觉得这是 这会不会是快要到期的 对 那在于就是说 因为我刚才提到 其实我觉得服务 真的是一个 在超市上面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动不动就是之前 有些网友会去调侃 就是说有时候 如果客人太多 动不动就会有那个 请资源收银 请资源收银 但是我相信 微风超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在服务上面 包括人员的配置上面 一向都做得不错 对我们在 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在收银机旁边 就有服务台了 服务台它会第一时间 告诉办公室的人 赶快出来支援 不要让客人等 因为我们自己 也是消费者嘛 我希望我前面那个客人 哇今天买这么多 他是不是可以赶快把它截完 这是我们的心态 那这个心态就化为 我们实际要做的动作 这时候这个人很多 下一个收银人员 就要出来支援了 那他不一定会看到 现场的状况 所以服务人员 在柜台人员 就要马上打电话到内线 打电话去办公室 请办公室出来两个人支援 所以我们在 消费者在排队的动线上呢 这个比较不会是问题 是 所以在第一线人员的训练跟观察上面 其实副总您非常的要求 对 因为他们是最主要 邻机应变的那一群 对 所以说这么多收银机 就开一台或两台 那消费者排很长 就不开五台 观感就不好了 对 那再来想请问一下副总 就是说顶级超市的一些品项数 其实还蛮多元跟复杂的 那我们通常知道 就是说当品项数越多的时候 其实它在管理的难度上面 就会稍微有些挑战 所以想请问一下副总 就是说 微风超市在于品项数的管理上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经营思维 或是说你们用什么样的数位工具来协助你们 对于整个品项的陈列 或是说品项数的控管 对 这边东西有没有什么样的 Makeout可以跟我们分享 品项数 我讲几个 像我们平常传统我们吃火锅的豆腐 就会是 我们平常看到的 就一盒买回家两盒这样 那开始接触了顶级豆腐 它那是80年以上的老店在经营 都传到第三代了 当时我们会觉得 这个豆腐这么贵 效期不是这么长 我们从日本空运来台 那是什么样的消费者要买 所以我们在开始做了试吃 那在试吃的时候 我们告诉他 其实豆腐是有分的 你要凉拌吃 或者是要火锅用 对这都不一样 那再来他造型很特别 就是他做成水滴状 那我们就开始认识这个豆腐了 这是南前豆腐 是一个很特别的产品 他甚至是要预购 在潮市你要先预购 因为他来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会卖掉 因为他是空运来台湾的 那比较特别的可能就是 他比如说是有餐厅 他拿这个来当做是招待 他会特别来超市买 因为在其他地方买不到 那他就指定我要南前豆腐 那你们这次有没有 有进多少 那我刚好下单的量 就可能被他全部都带走了 对 那他很特别是 他有很多种类 比如他有十个品类 我每个都想要 那我们会不会这么做 其实这个品牌 他的产品我们都会全部进来 我们让消费者可以看到 他有这么多东西 他这次你可以吃凉拌的时候吃 可是那你这样就会有压力 因为如果卖不掉的压力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开始接触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进了五个品项 发现消费者就已经认定他了 会是我要特别为了他来 我今天要吃火锅就不会少了他 对 那我们早期在进口 和牛三年前那时候 台湾比较风行的时候 宫崎和牛一直是我们这里卖的 最好的和牛 对 他虽然不像近江正名有名 那但是他的销量却是最好的 像我们在很多消费者 他来吃的时候他吃过 新疆和牛 恭喜和牛 他还是回到最原始的恭喜和牛 那这点也是让你会觉得 我们在这个活动上面 当时的推广是很成功的 因为当时和牛要进来 消费者对吃和牛 不大会知道 牛肉就是牛肉 为什么它有什么特别 就是为什么它这么贵 对对 是这么贵 那我们也不怕你直接切一块 这么大的给你吃 所以在顶级超市的经营上面 就是说现场的体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会让你的价值被看见 对 才会让消费者接受这个价格 所以你们不怕人家试吃 像我 对 因为你居然居然要做了 你必须要拉接受这个产品 那我还怕你试吃试喝 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那和牛我们就是整块给你吃 像我们从早期的空旗 晋江 到后来我们的黑毛和牛 我们这样做下来的时候 我们推了这么多种的 神户 神户也很有名 对 那客人回来买的时候 我们把最顶级的全三名都叫来了 那客人回来的时候 他还是选择了恭喜 所以我们在恭喜 永远都是我主打 是 但最好的第一集跟第二集 我们也是有 对 那像我们这次在做中年性 或活动的时候 对 我们就会把它推 恭喜很有趣 有些可能说 主推就对 对 他会学为什么不做神户牛 神户 对 那做其他的金户牛也可以 因为你们从后端的数据 跟消费者的回馈 对 那回到最原始 你要推这个和牛的时候 他如何认识和牛 和牛是什么 吃起来 为什么大家都说 他吃到嘴里就化了 我告诉消费者 你要吃蒜的 烤的 煎的 厚度都不一样 我告诉你 这要煎多久 我们代客料理 这也是我们最早一开始的初衷 是 很多超市都会 以蔬菜水果 贩售一些生鲜 对 料理 那跟平常在家里要做饭的时候 比较相关的产品 那我们还推了一个是 我们主厨研发的 在家里可以自己做 你买了一些菜 然后一些肉 回去自己炒 没问题 我们主厨现场也做了 这些 你每天来都是不一样的餐点 对 像我们会针对 比较小的 我们有三个超市 比较小的超市呢 我们就会推 每日一物 我们每天给你一个不同的餐盒 对 就是你上班 你一个月下来 至少有18天吃到不一样的 对 不用担心吃腻的问题 在鲜食的这一部分 这个我们都帮消费者先想好了 对 因为饮食 通常就是说 如果你一直常态吃同样的食物 有时候的确会稍微令人一点 所以你们在鲜食的策略上面 的确就是说 你们会提供给你们的消费者 完全很多差异化的操作跟想法 让他可以愿意每天或时常来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操作 对 还有一个像水果 是 水果是我们超市一个 算是很特别的产品 是曾经消费者 因为我们的水果有分级嘛 就是 比如说 葡萄有分级 对 那这个我们也常常会跟 只要有客人在挑选水果的时候 我们会跟他说 他说 这个葡萄怎么这么贵 那我大概 他只要是这样的问题 我大概都知道问题是什么了 就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分级的概念 他可能没有分级的概念 对 但我们会告诉他 我们自己会叫 比较 比如一箱里面是十串的 跟一箱里面是八串的 是 那在日本进来的时候 他叫一房 比如一箱里面有八串 就叫八房 那我们会拿比较法给他看 就拿比较的给他看 他才知道 原来是这样 就是他不会看到 为什么这家会比较贵 不是这样的 对 那当他买了这个葡萄之后 他发现 原来色香葡萄吃起来是脆脆的 对 那个口感 也是不一样的 对 他第一次当然 我们现在给他试吃的时候 他会 他的 你看他反应就知道 是怎么会是这个口感 我就知道他大概吃的 不是我们这个品种 或是其他的 马上就能知道 因为看了很多嘛 那我们就拿另外一种给他吃 他吃了之后 他会再回购 这是我们 我希望可能是这样的 甚至他会告诉他的朋友 对 或是送礼的时候 去送礼 那回来找你 其实 消费者回来问你的时候 说我上次吃了是什么 是哪一款的 是 对 那你会觉得这是有 很有成就的 所以我刚才听副董 刚才在分享的时候 我发现副董很喜欢去观察 消费者在微风超市里面 体验的各种的感受跟表情 所以你时常去走动吗 常走动 因为我也是客人 你看大概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今天去买一个便当 到超市 那都是鸡腿 一定要选最大只的嘛 我一定会选的 对 会挑一个最大的 但是呢 所以说最小的一面要买 那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要求我们的员工 全部都要一样大 嗯 你的正部客数差异不可以这么多 是 就是一定要到基本的水准 一定要是这么重 才能放到上面来 所以当今天你要接受挑战 它比较小的时候 但它重量是一样的 就像标示那个客重数的概念一样 对 像我们买瘦车的 我也希望挑比较厚 它切一片比较大的 对 我会这样子嘛 相信消费者都会看 因为他买的时候 他就会看得到里面的内容物嘛 对 所有人在挑选的时候 一定会挑那个 感觉价格一样 但是看起来分量比较多的 对 我们所以呢 这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从上面去解决 消费者的根本问题 嗯哼 就是呢 我们会跟师傅说 你的刀工 一定是要每一片都要一公分 这个系列就是要这么大 是 对 所以他就必须要养成 他就是要 切到一公分 那你不会是 怎么这里有差异的 所以你去看我们的生影片 每个切的都是一公分 哇 很厉害 所以像包括就是说 后厂处理的 这些同仁们的技术要求 不懂你也是蛮要求 这些细节的 对 包括就是裁切的 刻纵数啊 大小啊 或是厚薄度啊 对 就是你平常观察 你不想买到 最少的最小的那个 你会从人性的思考去想 这点比较容易切入 就是 第一个 他不需要再去挑啦 对 我都一样 都一样不用挑 对 品质都是一样的 对 那你也不用特别去 因为他挑了 他不一定要放原来的地方 是 那你解决掉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也会省掉比较多的人力啊 对 这是初中会是希望是这样的 是 那副总 我想要再了解一下 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有的企业 或是通路都在讲求 所谓的会员制这件事情 那我想问一下 中程会员跟一般散客 其实我蛮好奇的 第一个 你有没有观察就是说 整个微风超市目前三个点 中时会员跟一般散客 第一个 他们比例大概是怎么样子 大概就是说 中程的会员 他带来的贡献度 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 就是集团运作的想法 包括就是说 微风 他不只是只有超市 他还有百货 那这些的会员 他有没有机会 从例如说百货的会员 怎么样协助进来 导到微风超市 提供什么样的操作 让他有贡献 或是说微风超市的 中程会员 可以同时为给他 百货的一些资讯 对啊 就是说这两个问题 其实我蛮好奇的 会员跟散客的比例 不懂 你有观察吗 其实会员 我们自己精品的客人 大概也就是超市的会员 就是我们本来就有 这些会员量 我们会员量大概有 100万人 就是 这么多 微风的客人的会员 这有这么多人 是 那我也是 谢谢 所以呢 所以我下次来 好停车 下次来我要特别注意了 看一下那个鸡腿 我比较小致 那当客人 他是我们会员的时候 他来 他享有点数的折扣 那我们在做这个比较 一般散客的时候 是他今天来逛街 他在美食街吃完饭了 然后来超市创营圈 那今天有什么新的饼干 或是日常用品 就顺带这样带一个 顺带走 那会员资料 会比较容易 然后我们可以从大数 评论到哪些是会员 那如果就比例到 我们的会员的 进来的客人 大概是六成 六成 这个算是很高 很高的比例 就是回头客的比例也很高 对 这个部分很难养成了 就是他的重诚度极高的 其实我们就拿获利来讲 其实超市的获利 是很微薄的 超市 那你如果保留 现在这些会员客人 就是像我们在卖 火鸡的时候 接下来夜淡节嘛 嗯哼 那在推火鸡的时候 我们告诉客人 我们这次火鸡 一直在是五公斤 比如我们今年参考 以往的数据 那什么样的是 消费者买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压力 那大概挑 4.5公斤的火鸡 然后下去烤 那这些原本是会员的客人 他会知道 他什么时候叫他下定 嗯哼 但他会带动 原本在 在旁边 他是怎么定 例如就是说 他是在 微风的app 还是说 他有什么样的系统 可以让我们 不懂你刚才提到 我们像我们的线上也可以 线上也可以 线上也可以订 那我收到订单的时候 我可能七天后出货 那在我们现场的话 你可以跟送银的人 任何一个服务的人说 我要订购火鸡 那需要单纯 我们希望你什么时候 可以来拿 那你那个时间来拿就好 OK 对 那你给我的时间 是越精准的 那我给你 可能会是越热的 就是你越接近 我们希望下边的 拿回去马上就可以使用了 是 他不用复热 因为复热有时候 风味会稍微变掉 但是他必须要在这个时间 不可以拖到 对 下午要来 结果到晚上来 那看就不行了 那对 在上面 我们从数据里面去捞 会员 我们每年 比如说一年要卖出 200只火鸡 200只火鸡里面有 大概120只是 原本的会员买的 我们可以捞到数据 也是这样的 像我们这次进了 红宝石葡萄 这个真的是极少的 那我只要是 我们去年第一次做 这个产品的时候 嗯 不知道在推出来的时候 当时买的这些量 我们当时大概进了 不到30盒吧 对 但是他出奇的快 而且 绝大部分都是 原本买的客人 就是 有的是会员买 有的是 第一次买 嗯哼 那他买了之后 他回来买第二盒 就是我们就 太好吃了 所以他可能 回来再买 送给其他人 当你送的时候 你的得到的客人 一定会 诶 这怎么那么特别 对 可能你想 那刚才我进去买 还来试试看好了 所以这次我们 这次因为 中年轻的关系 所以我们又特别拔 因为这次的 红宝石葡萄 产能很少 嗯哼 极少 那只有拿到40盒 是 我希望后面的数量 我还是能拿到 嗯哼 那40盒 我们才推出来而已 就是客人 我们希望他是能有 就是你要买10盒 我当然欢迎 就是我们希望是 比如说你是5盒 这样 那下次来货 不会有人 就是一次把你的扫光 其实一次扫光 我就没有这个压力 但是呢 其实你会 上市掉很多的机会 因为很多的客人 还没有吃过嘛 很多 上班的老板 他们就直接买了 就送客户了 事实的一下就 就扫掉了 因为我 我其实还有 接下来一个问题 就是我蛮好奇的 就是说 呃 维风超市 他这 其实那时候 是定义在所谓的 顶级的进口的 食材的一个超市 那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 这两年来 疫情的关系 我不知道对于 就是说 维风超市 在采购国外的商品上 有没有遇到 什么样的困难 对这是一个 其实我蛮好奇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是包括 就是说采购的人员 或是说 你们怎么样去挑选 这么样国外 这么样好的食材 农产品进来 像这两年 先讲这个状况 这两年 因为包含费的关系 那经销商 或者是我们今天客户拿来的产品 会更精准 就是以往呢 因为会遇到这个疫情的问题 所以我今年国外 我看到比较好的十个产品 全采购了 今年它会比较精准 我采购五个这一类型 因为五个我要采其他类型的 以往可能这类型我就要十个 每个类型我都要十个 那这次的采购呢 变成是我们的经销商 的客户 他们在选品上面更精准了 那是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 他又再帮我过滤一次了 对 就是他在市场 他已经做好调查了 反正我进就是一定会卖了 我不会进那种不太卖的啦 就经销商的眼光 他得要看得更准 对 他要做的工夫更多 那来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就会更容易选择了 那我们会跟他要求的是品项 就是不会是只有美国的 我希望能日本韩国都要有 就是比如这一类的 我们希望整个系列 比如说我今天要卖香料 我希望能把全世界 把法国的香料都能把网罗进来 那最好是器重的香料 这种我们也很喜欢 不怕他卖不动 我们是怕这个东西没有 因为会有这一端的需求 这一端需求是 像我们常常看到米其林的主厨 对来采购嘛 你们也是号称米其林厨师的 后厂原物料的基地 是 食材库 对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在选品上面就是 我们的客户已经帮我筛选好了 所以我的筛选会更精准 我只要跟他说我要 这一类的我要其他国家的也要有 那他就帮我去找 所以疫情的影响相对比较少 然后也逼着你们去磨练 就是说在选品的功力上面 要更精准 对 是这么说 对像在讲的这个 蛋的问题 是签证的蛋 很缺蛋 今天上半年蛋有一些缺的问题 对那实际上可能 它缺到是一个工需问题 是当时的 我们要看那时候的问题 是基不深 那是因为天后 还是因为操作 那以我这样看下来 大概跟环境比较是绝对有关系的 环境 你天气冷的时候它就不深嘛 那当然大家 新闻一出来之后 大家就去抢了 去抢嘛 所以市场需求又又变大了 对那个量都还是一样这么多 但是呢原本买一盒的 他买到五盒了 所以其他人就买不到 就买不到 对就会出现这个状况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这时候 我们进了日本的蛋 它一盒单价大概要五十块 是台湾的两倍到三倍 十块差不多三倍 三倍的价格 对也出奇卖的好 所以这次在我们这次的活动里面 有把这个加进去 是 对我们做了一个回馈给消费者 两个做特价 这个倒是有跌破的眼镜 所以超市的一些选品 或是商品进货的操作 其实也要非常贴近时事 非常贴近当下 消费者很欠缺的东西 对对没错 像前阵子我们做树肉 因为台湾人现在养生的概念 已经开始有了 是植物肉 对植物肉 对那在这一块 我们也是把所有的品类都进进来 就是最大的两家品类 Beyond Meat Impossible Food 对对对 很了解 我们把它全部都进进来 这不只是全部进来 是它全品项都进来 全品项都进了 哇 真的真的是 超市的品项真的很起 像那个植物奶也是 我们植物奶也是 植物奶我们的品项 应该是所有超市里面的冠军 全品项都有 比如说最奇就对 最奇对 那消费者来的时候 它有些特殊喜好 它不要太甜 低脂的 我们里面都有 就是它来的时候 你常会听到 哇 这个这里什么都有 品项这么齐全 这是我们的特色 像米其林的主厨 他们来我们超市 他那时候 他里面有100年的醋 很少都会遇到 遇到这样的 100年的醋 他必须是要很了解的 就是他一定是有特殊的料理 要使用这个醋 其实他会这样问的时候 我们大概知道 他一定是厨师 果然没错 就是他是半年人 专门在专业料理的专业人士 一般大概 我们处50年到100年的都有 那不只定要100年 这种 就是他 我们直接带他到定位嘛 陈列在这里 对 那因为他会 放在比较特殊的地方 放在柜子里 帮他拿 那他们就会因为这样的 你有这个食材 所以我来 像我们的菜苗 菜苗有一种石花 石花我们品项应该也是 数一数二的 大概就第一名的 我们的品项是 所有的专业里面 大概最多的 那餐厅 特殊餐厅 他对石花是特别讲究的 他的摆盘 只有我们才有的 那荷叶 日本荷叶 也只有我们才有 他会知道 没办法 他一定要来 一定要到这里 不管你在多远 你才是得来这里买 那所以说我们给他的是 我们就会有这个 这类的产品 那因为我们有 每周都有进货嘛 所以这个产品是不会断货 如果今天断的话 我下礼拜也可以补给你 可以帮他做到这样的 所以我听到现在就是说 其实像顶级超市 富翁刚才提到 我觉得很多很特别的点 包括就是说 品项的齐全跟完整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作手法 第二个是商品的独特性 对啊 而且它是可以非常精准 满足台湾那一群 非常专业挑剔的料理的专业人士 对啊 那这样等于是说 把微风超市的 顶级超市的定位 真的就是定在那一边 嗯 其实这一点是还蛮难的啦 我个人觉得就是 在通路的经营上面 其实这个是要花很大的成本 跟很繁杂跟细索的观察 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经验 对 像之前我们有 给那个步风机 步带机 就是它也是客人提了 我们平常就有在卖鸡肉了 它提了之后 我们就去找 找到我要多大的机支 比如45天的机支 才能做下去做步风机 我们跟厂商讲好了 就是我要这个时间的 那你帮我特别做 那我跟消费者就是 我只要给他一个时间 那你要先预先跟我订 我去帮你找 帮你做 这个是很特别啦 是也只有微风才有这个品项 所以副总刚才又提到了一点了 就是说你们很常去聆听顾客的需求 反向去协助顾客去找到顾客需要的食材 对 所以这一点其实是还蛮关键的 因为你们会知道 就是说你们顾客是一个非常挑剔 但是他又非常精准高质量的消费族群 所以你们透过服务去满足他 那你们就等于说 为什么你们的中程会员 会将近回流都六成的原因就在这边 对 所以你会在每一个细节 几乎都做得很到位 对 我讲一个 我们台湾叫煎饼 这个在超市也是很特别 特别 它不是只是在这边贩售而已 我们是现场做给你看 我们把日本的达人职人 请过来 请过来 然后请过来我们前面就要开始计划了 然后要申请签证 签证 然后进来隔离 我们都算在里面了 时间都要配合得刚好 可能他进来也会得到 所以我们时间都要拉得很长 那进来之后我们就要 刚才先别知道 我们现在卖的这个东西是现场做的 嗯哼 他看到的时候 这有什么差别呢 你东西放在架上卖 他就是 我买走这一包饼干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 在现场做的时候 做给你看 而且是日本 不是产品空运来 是人空运来 来也就算了 他给你的试试是整片给你 对你带了小朋友三个 我就给你三片 妈妈一片 就是我们的试试都是很大方的 那相对你会得到合会是 他会拿了好几包走 因为小朋友三个嘛 一个拿一包就三包了 他不会是一包三个小朋友分 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 就是小朋友一开心 他下次回来就会再来问这个产品 上次那个现在还有 对 这个真的是很不简单耶 我觉得是真的很愿意去 砸这样的一个成本 把所谓的现场的那个 集市感 直接做给消费主权 他才会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顶级超市 跟一般超市不太可能 最大的差别就在这边 你们真的是把日本的 煎饼达人都起过来 是 像我们自己的 我很推 像手指这块 因为基本超市该有的空能 你的硬体 你的空间 就是逛的空间 这些都已经有了 要如何突破是 他会希望来自己看到什么 喜欢什么 我们秋刀鱼是现场 每天早上 其实卖人民上面就开始烤了 那我们特别选择 我们要的秋刀鱼的大小 然后猪脚就开始录 开始烤 对 每天早上就做这些 对 下不整理买到一定 我们当天做的 就是我们大概参考 我们每天的销量 比如说我一天 在卖800只的猪脚 是 大概烤800只 大概700只 到800只这个数字 那其实我们猪脚 每天都不会剩 定都不会剩 我们自己的收视 这一个部分呢 你可以到我们超市来看一下 他是除了三班族以外 因为除了百货的 专柜小姐以外 很多是住在附近的邻居 特别进来买的 特别进来选的 推出的礼盒也是 因为我们的 在送礼之后 我们比较 我们希望是能让顾客知道 现在流行什么 那我们就会帮他找 现在日本比较特殊的礼盒 趋势 一方你们也可以教育消费者 你看现在国外很多人 都来送这个东西 对 因为这个是他以前没有接触的 你看他讲的时候 他知道 除了享受你们的服务以外 他多认识了一个产品 他下次再来来算 你就会知道 他大概就是你们的客人 是 那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副总 就是说 我们刚才谈到很多的进口食材 那我们也看到了 微风超市 近来就是说 跟很多台湾在地的农产品 做一些联名的一些合作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说 这个从微风超市一开始的 进口顶级食材的定位 到现在跟台湾在地的合作 当然我相信台湾的农产品 包括水果 一定很多 已经跟世界顶级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在于 就是说 从进口的一个主要的定位 到现在跟台湾在地的结合 那副总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还是说 你就是想要把台湾 其实超市就是要把 最好的产品 推给我们的消费者 对 那台湾的这些产品 基本上已经是世界很不错的 很顶级的东西 为什么不推给消费者 是这样子的吗 水果先讲水果讲那个 再讲其他食材 水果早期是这样 水果我们当时进的 我们就挑最好的 消费者拿到的 包含的哈密瓜 进口的水果 北海道哈密瓜 台湾的阿鲁奇哈密瓜 也很厉害 那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从进口到台湾的 那我们台湾产的水果 已经很厉害了 对 年度都是一级的 那会进口的是 比如说你像那樱桃 台湾就没有产樱桃 对他没有产樱桃 对那我们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比较特别的 大的 对白的 那把最好的给消费者 我们的选品的品质 是我们先把关好了 那开始了 我们也开始做出口 我们做了像 每年的爱文芒果 还有荔枝 我们做出了 今年的产量比较少了 我还是有出出去 那接着又多了一个 凤梨 所以我们每年 必定一定会做的 就是芒果 荔枝跟凤梨 对 这几年很流行的世家 有没有 对 那我们当我们出去的时候 国外也会把讯息给我们 他就是我们看到台湾有卖一个芒果 很少 大概不到两百颗 那个芒果很少 那其实我们大概知道是什么芒果 就是我们台湾的农民很厉害 我后面讲这块 台湾农民很厉害 他种着一个苹果 像我们的人脸一样这么大的一个 大苹果芒果 那真的很吓人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跟你反应是一样 哇 这台湾 台湾种的吗 台湾种的 那当时我想说这个要怎么吃 但是他有一个特色 你买进来的时候 你买回去的时候 你可能要在这里先放七天 他有 对 这个蛮两极的 是有些人要放的比较熟在吃 那有些人在第一天的时候 就要吃酸的 对 这个到 就每个人的口感不太一样 对 那当时他跟我们说 有这个大苹果芒果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去找这个大苹果芒果 是 而且我还要是 比如说我一定达两公斤以上的 1.5公斤大概就不是我们要的 1.5公斤 感觉只有0.5 那差很多的 就是你一看比较之后就知道 所以我们指定一定要两公斤的 两公斤的芒果 叶科叫两公斤的芒果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这个农民说 那他如何能种出这样的芒果 在英语剧下 他得到 他差只得到一个猪 这猪再去繁殖 种出了这个芒果 那现在如何能让他量产 现在还是不能量产 但是他把科技的栽种手法放进去 是 对 他的施肥 他用牛奶下去施肥 这个是很费工的 他用优格下去施肥 这很特别的 他们的栽种工法很特别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跟这个农民一起成长 那比如说我要这个料你种不出来 他就会找另外一个农民 帮他一起生产这个 那把他的芒果交给他 那我就可以拿到这个料 因为我们是双赢 那我相对 我在出去出口的时候 我就可以多了一个品项 所以我们帮消费者 除了进口国外的水果以外 我们在台湾也找这些顶级水果 那我刚刚说那个 有一个哈密瓜 阿鲁奇哈密瓜 他也是很厉害 他厉害是 栽种人 那时候就知道 栽种人还讲求他的纹路 他的纹路一定要够多 越粗越好 哈密瓜上面不是有一丝一丝的吗 对 他很讲究这个 那我们看起来是 怎么选起来都是这一类 一条一条的 他特别帮我们挑的 对 就是一定要这样才会甜 才会好吃 那这是水果的部分 那讲到是进口的产品 那当时我们在创这个超市的时候 在要设立超市的时候 就是我们已经定位是 我们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再进来 那进来 对 那时候的行销商或进口商 他会存疑是 我进来如果卖不掉怎么办 对 那所以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在规划超市的时候 我们三定率出来的时候 就是台湾人会接受这样的超市吗 就是你没看过 就是内部团队其实是有一些 质疑跟debate 对 你的行销商他们 如果进进来这个卖不掉怎么办 就是他们会考量的比较重 因为没有做过是人总是比较害怕 是 就像我们那时候进畜的时候也是一样 意大利畜 50年跑到60年 80年 当我们要100年的时候 他也会缩手 就是比如说一次就要20坪进来 压的成本会很大 那长期这样进行下来 我们在选品上面 累积我们自己的能量跟经验 所以我们告诉他 相信他去找的产品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 我们给他目标是什么 像我们那时候买香料 我们说你去法国找七多的香料 就是这里全部都生然的是胡椒 就这片 那这个胡椒是没有受污染的 对 那像没有受污染 有机这块也是我们后来发现 它是有在成长的 是 对 包括我们的蔬菜 有机这块我们开始就经营 蔬菜这块有机这一类的食材 所以现在有一个有机专区吗 有 对 那像有机或是特殊栽种方式的水跟菜 我们也把它立了一个专区 像我们的苗菜也特别做了一个专区 我们帮消费者找这些比较特殊的 那他来说 因为我们去看过他的生产方式 他已经帮我挑过一次了 我们自己人人在剪品 再剪一次 所以出来的产品就是 是OK没问题 最好的 所以副总基本上就是说 就是完全可以打包票 微风超市的品项跟产品品质 一定是一流 这一定的 对 因为我们非常有信心 一定有 像我们每天在草莓 我看草莓 像因为我们就做了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 其实草莓 厉害从外观就看得出来 草莓是很脆弱的 很娇贵 对 在检查的时候都 因为要戴着手套 要很轻的去拿它 对 用力捏就损耗 对 就是它脆弱到如此的脆弱 所以我们在上面 我们可能草莓 两天就要检视一次 其他水果你可以这样的 检查方程的草莓 你就要这种特殊水果 就要很小心 像那个哈米瓜 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也要特别 就是它沉溺在架上的时候 它在下面 我们不希望它的受力 都一直是在下面 所以我们希望下面 是垫个东西 对 然后保护着它 那副总 我这个其实还蛮好奇的 就是说 你刚才提到那么多 顶级的食材 那其实我相信读的也很好奇 就是说 运营一家 所谓的顶级超市 它最主要的获利来源 是靠哪些品项呢 还是品类 那包括就是说 是生活类用品 食品 农产品 生鲜 还是熟食区 这个其实是我们 还蛮好奇的 对 那副总有没有一些秘密 可以跟我们分享 稳定的忠诚会员 是超市获利最大的来源 是会员那一块 对 就是会员他们的 那个所谓的 消费的客单价 通常也都蛮高的 对 会比较 对这是累积的 是 对他客单价 这个是这样 就是一个篮子 把它放满了 他可能是两千块 可能会是八千 甚至超过一万块 是 那你给他的是 他对你的信任 对 像我们客人会来 我们这边直接切和牛 他一次 比如买四盒和牛 那他固定要买的 新疆菜 他要买什么款的 或者是他的 我们遇到客人 他买的童话 就是很特别 他一定指定要这个童话 你架上他可能一次 吃火锅 不过三个人 他一次就拿了 八包的桶号去了 对 就他只要看到 你架上有这个 他会把你架上 全部都拿走 扫光 对 那当然我们里面 还是有库存 就是他会是 很特别的客人 就是我们会知道 他来 我们就会说 里面还有多少库存 拿出来 就会把你全部都带走 是 那像这种 是比较特殊的客人 对 像蒟蒻 我们在吃火锅 常常会放蒟蒻片 蒟蒻 我们蒟蒻 大概超过五十种 就蒟蒻你有颗粒的 扁的圆的都有 他全部都吃过了 他会筛选掉 他要吃的 是 那他只要来买一次火锅 这个 这一栏大概就破完了 那我们的顶级会呢 会是我们这里的 最大的 最主要的服务的主群 对 那其他的客人也在里面 那顶级客人 他拿的客单 会相对比较高 是 对 那其他就是平常 我们在逛超市 一般的客人 那这些客人 他就是来逛超市 他买 其实每一个商品 卖出去都是一个商机 就是 哪怕他今天来走一圈 这个商机我都要留下来 是 就是你给他的舒适感 绝对不要让他空手而回 对 空手而回 但你今天留给他的是你的印象 他的舒适感 我们超市有一年四季的变化 就是 陈列吗 对 你说商品的品项本来就会调整 包括空间 我们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让 比如春夏秋冬的时候 比如一二蛋集的时候 我给你 我会放 圣诞树 音乐跟陈列 然后秋天我们就会 会陈列 枫叶 是 对 那是我们的特色 消费者进来的时候 比如说你春天的时候 你放柠檬叶 他 他感受不一样 他会觉得 心情特别好 对 他进来的时候 他会觉得 就是秋天 就是冬天 对 然后这时候 他会知道 他可能需要带一些什么 这个 这个是很特别的 对 那请问一下副总 我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说 目前那么多 品项素上面 食品类别 大概比例会占多少 或是生鲜 就是说你们的比例上面 就是平项素的 一般干货会是占最多 一般干货大概 整体下来比较 一般货就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酱料 这些饼干 饼干另外分类了 因为还有生活用品 对 生活用品大概在一层 一层 对 想要生活用品 像这次 因为疫情关系嘛 是 那我们在上面 很多清洁用品 关系用品 这个 这次也是 卖的蛮好的 对 所以我们把它的位置 加大了 是 没有成立口罩专区 那这次还有一个 像舌胎刷也是 刷舌头 刷舌头 对 就是 发现它的效量 是成长的 它是 就是呢 很特别的使用需求 因为在订购 采购者 它会固定都下单嘛 对 可是这个东西 特别 有起来去 也是在那个时间 马上就会反映出来 对 因为它养生 健康的概念 觉得我每天要做一个 刷 除了刷 大概也有舌胎 顺便摔一下 这是 在这疫情的时候 看到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其他像 除了口罩以外 你的清洁用品 清洁用品 然后洗厕所 消毒水 对 所以 整个超市的品项数上面 生活用品大概只占一层 生活用品 食品都占了将近快九成 我们很多 比如 生活用品大概也是一层 嗯哼 酒类 再一层 酒类一层 那 干货四层 嗯哼 生鲜大概占一层半 嗯哼 生鲜蔬果菜类 大概占两层 OK 就是它整个比例 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熟食 熟食区 对 就熟食它也在我们里面放了一层 是一个布类 是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牛奶 比较特别 牛奶一个类 北海盗 我上礼拜才买 哦对 牛奶起司也是一类 那起司就 那起司我们长期这样下来 消费者对我们起司的认知 大概够了 就是 他知道在你这可以买到 全品项 嗯哼 他想要的任何起司 在你这都会有 我们的起司会很大 我们全亚洲最大的部位过 就是超大的 那里面的品项 像我们几乎两个州 就会空运来台次 嗯 就再接一次货 那进来的时候 所有的品项都有 哪怕是效期很短的 我们也有 不会说是很多 但是呢 其他超市都还要多 是 就是效期短的 大家不敢买 但是我们一样进进来 那副总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那你们超市的商品的损耗率 有特别高或特别低吗 嗯 这跟消费的数值 大概也是有点关系 嗯 我们在这一块的部分 比较我们的失却 或是省耗道 没有这么大 嗯 因为他不需要再去 挑这个产品 比如说你的菜 你一定要拿到最后一包 不会 像我们这比较少看到 这样的状况 就是消费习性嘛 我一定要拿到最后一包 比较新鲜 不一定 嗯 其实这个菜 我每天都在检查的 是每天都在检查 对每天都在检查 那所以说 你拿第一包跟最后包 其实是一样的 就不会是有太大的差别 是 那你给他信任的时候 他来买你的产品 他不需要拿下来再放上去 你就多了一个耗损 对 我买只要是这种 效期比较短的 其实经过 他拿一次再放回去 下一个客人再拿再放回去 他的产品的寿命就变短了 嗯 他最好是 消费者放到篮子里 结账就在篮子里了 他不会在中间想要把你 他就是现场 因为你们的规格 都切得很漂亮 基本上就是说 他直接拿了 就基本上 他也没什么好选 因为都很漂亮 拿了就拿了 也不用那边 手在那边挑来挑去的 对 在那边降低 就是说商品的损耗 对你的损耗 所以这块损耗 在我们这里很少 我们反而是 在推管上面的损耗是 推管上面的损耗 它是退销 嗯 推销 我们在上面是 最敢给的 在上面花的成本是最大的 就是我们告诉他 这个怎么食用 怎么吃 柠檬切片 黄柠檬怎么食用 我们告诉消费者 很多这样的概念 或是这个香菇怎么炒 那不懂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 因为最近 这个盛食的议题 还蛮新奇的 那通路而言 基本上很多 就如果担心 就是说 这东西 如果它很接近有效期间 它没有卖完 或是包括 鲜食的问题 包括这么多进口 所谓的农产品的问题 那这部分 会怎么处理 它有一定的量吗 还是怎么样 盛食 像我们只要是 机器免 比如我的消费 不到三个月 我会有一个专区 是 那 也会有一个顺食的专区 顺食是首次部分 会有一个 效期比较短的专区 会让消费者 有一些折扣 对 在这里的折扣 比如这一碗朋友 本来是要80块 可能用40块 就可以买得到 是 但我们告诉你 它效期只剩下多长了 这是我们也成立一个专区 对 那像我们自己在做 我们自己的首食 就是便当这一类 对 猪脚 猪脚是不会剩 今天有下午的时候 分数都还蛮 控制的蛮好的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我们在最后的一个关键时间 我们会做促销 促销 对 我们会比一般的超市 大概提前20分钟 20分钟 一般超市大概在8点才做 已经计算到分钟 这个这么精准的数字 因为一般 因为大家都不希望是降价在买的 对 那当我提前20分钟 我7点半就做这件事 就是让7点半大家要用餐 用完餐之后 你可以随便买一些东西回家吃 对 我开始在那个时候做促销 嗯哼 那时候做促销呢 小北在那时候的购买力是很强的 是 对 他本来可能只要看一看 但因为促销活动启动 因为只要买一个 他买了两个 对 所以我那个是加成的 所以在去化上面其实是都还有 目前都还有一些不错的做法 对 在这上面我们的消化是都都很好 都是在我们的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那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副总 就是说目前微风超市在整个 台湾市场只有身家店 那也都是在百货店里面 那也没有机会去开所谓的街边店 或独立店面的这件事情 他会是在未来的一些策略想法吗 对 其实这个像我们现在很多社区都是造证 是 造证 对 他们有些消费率都很高 包括竹科 你看那个房价长成这样子 可以不需要是一个大型的超市 你的空间可能是维持在100坪到200坪 是 这样的超市其实是刚刚好的 现在台湾在有机蔬菜这块 现在开始有有闷闭意识 是往上的 现在店面不需要大 你社区型也有一个像这样的店 他其他的产品可能到别人来去买 但你这类就一定来我这里买 所以有考虑去做成独立店 未来有考虑做成独立店面 或是便利型比较小的 这个是在你们的规划蓝图里面 对 就是他是 对 这是比较便利型的 便利型的你给他的东西是他必须要的 比如说我今天的我的绿茶 然后我的一些熟食 简单的一些生鲜可以料理的 比如我在我有专门的寿司柜 专门的便当柜 然后基本的技能性可口可乐 或者是一些碳酸饮料 维持基本的有这些 那这样的店不需要很大 是 那我们把一些元素放进去 小型的店 我们做最好是把它锁在更小 像是刚刚我说的蔬菜 蔬菜水果这类 这个是现在大家对这个的需求是很大的 是 那其实店面不需要很大 那你把基本的维持住 你的蔬菜水果 饮料 熟食 维持住就可以了 酒类就不需要很多了 是 那用品基本上需要的就好 我们在哪时候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的新的电型会出现吗 还是在最近的三年内 有机会 这个是有机会的 像这种住宅是越来越多了 是 我相信对 造证啊 或者是一堆不错的 从化区 它的包括整个的所谓的客群都精准 然后客群的含金质量 其实都有机会去满足本身微风在做底级超市这个定位 包括你们如果去开独立店面 这些其实也都非常符合你们的客群 那三年之内 我们就有这个规划了 也在看了 是 那只是店的形态 你是50拼 或是100拼 目前还在讨论 对 像或者是专门做 全部都是专门卖植物 蔬菜的 菜苗类的 所以很多种形式的变化 未来都有可能出现 对 那因为社区这么大 它一定会有它自己的超市 那开两个超市 可能这个竞争就不需要 是 你卖跟人家不一样的产品 对 就是你要推出来给消费者 那还是会在走顶级这一块市场 对 顶级这块 我们把 锁住就这一块 对 我把顶级的 超市有的顶级这块的产品 比如说我们的鸡蛋是 要贵的鸡蛋 是 一般消费者可以买的鸡蛋 是一般正常版 生活版的鸡蛋 对 那我会把它放进来 就是在这样的小的店铺里面 但这些是有满足你所需要的 对 好 那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副总 就是说 因为现在所有的产业都在谈 所谓的数位整合 跟数位汇流这件事情 那这个对于就是说 以顶级超市这个定位来看 因为我们刚才谈到顶级超市 它里面有很多的服务端 体验端的部分 可以让人家真的感受到 以往不同超市的体验 可是如果现在抢救了数位汇流 包括就是说 这几年来疫情期间造成 百货商场人流的减少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副总 您对于现在就是说 在通路上面数位汇流 微风超市的动作跟策略 会是怎么样的 因应的方式 因为我们现在有看到 就是微风的精品 线上精品 对 那除了这个东西之外 它还没有什么样 在于未来操作 更不一样的做法跟想法 代表你有在注意 特别有关系 我们一定要做功课 对 我们在线上的精品以外 我们在线上还有一个 自己的超市 那我们在上面贩售的产品 会是比较更精准一点 什么意思 比如水这么多 那我选择玻璃瓶的水 可能是三款 就其中的三款 玻璃瓶的水 瓶装水是比较热销的 那今天假设 这个品项呢 比如我今天要卖 寿喜烧的酱 我这个第一个分类 是有五个 有五支产品 我会让超市的 其中一支产品放到线上去 这里面比较特别的 线上才可以买得到的 对 那在跟厂商的洽谈的时候 比如说我今天要寄 长期蛋糕 我也会再做特殊包装的 给线上 对 我们超市 卖正常版的 特殊包装的给线上 所以你在数位的操作上面 线上版的还是 从所谓的产品的独特性 去切入这一点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切入点 对 像我认为那是不需要 你要很多产品 相比的他大概不知道怎么选 我做个专需给你 比如说你要买的 你要的酒器 你要的杯子 就是日常用品 因为日常用品在上面的 分类比较少 但是我们在 卖酒的相关产品 它比较多 因为特殊客人的需求 就是他平常在 除了在线上看精品以外 家里有红酒 他会想要买酒器 杯子 开瓶器 这些我们会放 那能买的到这一定是 跟线下 有一区隔的 比较不一样 或比较少的 对 像我这个产品 常常跟我说 这个我只进100个 那100个我就可以放到线上去 就是线上 限量的概念 对 线上的会员可以买 那其实我们线上 线上大概是串在一起的 就没有会去分的 那体验怎么办 例如就是说 我们线下 有很好的服务跟体验 可是在线上 这个东西很难做到 那我们又想办法 去给他什么样 更新的想法吗 例如就说元宇宙 在线上会买 买我们的产品 大概他大概 对产品是都会知道 比如说他买我们的杯子 或是买我的水果 水果尽量不在线上 因为水果 我们甚至有客人 他买我们的水果 我们帮他配送的 配送过去 但是配送的时候 这个配送是要非常小心的 因为 因为你们的水果都很娇贵 对 亲自去送的 那像我们这次也推了一个 桃李盒 六盒的 在推的时候 我们在 在推的时候 想我们这样量会不会不够 所以我们这几天又在 在联系 像今天哈密瓜 也是可能一次要订20个 就是 数量有 但是如果你一直订完 我就必须要 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们接着除了要 给消费者要的数量以外 我记得要谈 我是不是还有这些量可以 在通路可以贩售 对 那像这类产品 我不能全部都卖给你 就是有其他客人也会去 像这一类产品 我自己本身超市是限量的 哈密瓜已经很少的 或红宝是不高 我就会再放在线上 放一些在他线上 也可以卖 对 那他在线上买也可以 或是在我们超市买也可以 那当然这个产品是卖完 因为他信量他是没有 除非我下一次又有货 特别跟日本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他特别帮我去找 是 我这个 这次这个产品是比较难 因为今年的 那个 红宝是不高的 是欠收的 对 就像我们台湾今年的 芒果也是欠收的 所以我坦白来讲 就是说 听起来目前 线上占线下的营收比例 还是比较低啦 比较少 还是比较低 但是他的 成长幅度也很可观 对 他 因为我们上面放的品项少 是 对 品项少是 它是一定会比较需要的 对 这个是我们有区隔的 是 像我们在线上 就是特意 特意做一些区隔 对 因为这样他 下辈子他会知道 我这个东西可以带 他在逛线上的时候 他不会这么的枯燥嘛 你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有饼干 上面有 有洋芋片 上面有 在上面可以买到的东西 线下有 但是呢 可能是不同类 你那里卖的是原味 我自己卖的就老味 是 对 会有一些区隔 了解 那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知道其实 其实很多的百货公司 他都有很多的 的超市 包括最近像 其他家的竞争者 像 ZOGO仲效电台 刚开了 Fresh Mart 然后加勒服的 Mia Sibon 还有包括 大一高岛物 他们也去开了一个 蛮不错的超市 那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顶级超市的竞争里面 微风超市该怎么样去应对 那你们用什么样做 预备 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吗 就是 无事敌之不来 事无 有以代之的 对 我们在上面 像 水果 这个我们 根基扎得很深 水果 那在我们 这个部分的品项 品类数就没办法 他们就基本上打不过你们 我知道你比较保守 他也他也不错 那我们有自己的坚持 就是我一定要是买 最好的产品进来 就是 我一定要是比较稀有的 少的 那如果 我跟大家都卖一样的话 你会很难区格 你的定位顶级是什么 那像 也有我们这里的是 原来你过来的 看袋子就知道了嘛 那为什么在我这买这个水果 就是因为我知道 差别在 其实我看到这是蛮开心的 就是呢 可能知道在我这家买什么 他可能是去那里了 他离那里比较近 在那边买了 但是又回来了 这个特殊区他等一下来我这里买 对 那只是在我这里离他家比较远 但他这个他一定得来这里买 因为你给他的新任度是不一样的 对 那新任度有了之后 他对我来讲就是他的忠诚度了 对 其实是我要有的 那我给他新的 他有忠诚度吗 那我们常常在这里是看到 我比较不担心这一块部分是 因为在新品上面顶级是这样 在厂商为什么这个新品要拿来你这里报价 或者是我今天有新的产品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先想到是微风 那顶级 为什么你的客户他认为你是顶级 你国外的客户 你今天进了我这么多的感言游到台湾卖 那你为什么不能进微风超市 对 这个是我相信经营商他们遇到的问题 那在这里就可以分得出 为什么我们叫顶级 我们不只是产品以外 我们在逛街的输软 我强调它是一个 它是生活的部分 就是逛超市它也是一种生活嘛 是 就是当时老板有提到 就是除了时尚以外 另外一个时 时尚 两个一个是吃的时啊 是 然后一个时间的时尚在上面 它希望是两个同时提供给消费者的 就是它是不一样的 那要是不一样的时候 要怎么不一样 就是你要哪 你的品质就是要最好的来一个 对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定位就很清楚了 我要给它什么 那今天不会是因为我的葡萄 我要比较小 所以我去迁就 我要买比较小颗的 因为 我当你们的供应商好辛苦 蛮辛苦的 但我们会提供他想一下 就是他会希望拜托我们这个品项要进进来 但是因为我们选品在选品上面会比较精准 就是不会全部采购 或是四个品项 五个品项 我可能只采一个 甚至五个都不一定会进来 就我们在选品上面会是有一定的标准 就是不大容易混水摸鱼 那他希望我们是不是能进一个品项 但相对你要给我一点回馈 我需要你帮我找一个特殊的产品 对 所以像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进了很多是特殊的 像我们进的七味粉 他也是很特殊的 就是他百年老店 像这种产品 台湾人比较不清楚 就是百年老店的七味粉 他做出来是什么样的 他吃起来是什么感觉 对 那我希望消费者是能体验 就是他吃很一般的东西 但是你告诉他 就是前百年老店一直传承下来 把他风味都留下来 一百年前的吃这个 我觉得很酷 就是他的味道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我就觉得很厉害 那所以我希望是给消费者 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今天 你一定要在我这边上架 可以 但是你要帮我找一个什么 我要的产品 那个 其实很感谢副总今天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这么样多 景气超市里面经营的一些 这部分其实是 让我们有一点开了眼界 包括就是说 原来景气超市 他对于就是说食材 对于就是说 产品的独特性 你们是这么样的要求 当然就是说你们对于 坦白讲 我觉得你们蛮宠会员的 副总你刚才很多的提到 就是从会员的回馈里面 你们去反向的 去寻找食材 食物 去满足客人的需求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在顶级的思维里面 就是说满足客户需求 给他非常独特 但是品质一定要非常好的产品 这个是目前 微风超市 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营的 这一条选择 对 对不对 这个会是我们一直 长期经营的最大主轴 是这样 是 对 那就加了一些元素 一些特展 包含不只是只有日本的 像我们台湾 我们自己做的 在地的小农展 台南 高雄 台中都 我们在做这些小农展 就是除了不只是 我们把水果卖进去 日本 那日本把他想要的水果 透过我们在台湾 找这些小农 特别去栽种 那我们就透过小农 知道一些技术跟工法 他我们有量的时候 他就去教其他人 就是会变成是大家 三赢了 是 也可以把就是说 台湾的一些精致农业 真的做得越来越厉害 也不会输给国外的 像日本 这个东西 对 因为你们会从 怎么样 就是说挑货才是试货人 对 像这次我们办了一个 日本的水果转 对 那大师他也很喜欢吃水蜜糖 他也有说我们台湾的水果 也很厉害 台湾就是日本水果 其实他们的挑剔程度是 他们挑剔是非常精准的 我的酸度要多少 甜度多少 我的酸度介于多少跟多少 我们台湾的 比较不会是像这样的 所以你们会用日本 通过在挑选规格 也会同步要求台湾的产品 我们需要从那边得到我们要的知识 是 才能把我们知识交给台湾的那些农民 对 他们的 也会互相成长 是 就是你要求 就是通路的要求 也会带动生产者 对 你要把这个东西水准提高 对 就是你如果让你补到 甜度更甜 就是日照给它够一点 是 所以你带着它拿下 让它透气 这是 这都是一些养殖的一些美感 对 非常 从上面学到很多 对 其实真的是 就是今天访谈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自己也学到很多 那 其实今天非常感谢 谢谢副董来参加我们今天实力的 所谓的 四十五者委屈节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会谈 那最后一个问题 今天要给副董一个小考验 嗯 北风超市 单价最低跟最高的产品是什么 我很好奇 最高的 当然是用 最高产品很多 我单价最高的 有到酒类 好几十万这样 这么贵 对 那单价最低的呢 单价最低的大概 我有卖水果切盘 大概是五十块 水果切盘 嗯哼 水果切盘 我讲的这个比较特别 水果切盘是 我们不是把水果这个剩下的 然后切给你是 因为当时客人他想要吃这个 这个也想要吃 所以我们就衍生了水果切盘 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 做一个水果切盘给他吃 那我觉得它是最超值的 就是 它是最超值 最值得买的 那下次我就要注意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 这不会是很多啦 就是 那要抢嘛 因为比如说 我今天葡萄进来的时候 或者哈密瓜进来的时候 我把那颗最小的那颗 做为切盘 对 我希望客人买到的是 都比较大的 大的 对 那大的 这不是小那个不好 大的那个 我希望大家看起来都 个头是一样大的 我希望大家是看到 那个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就把它拿来做切盘 对 葡萄那个 跟葡萄是这样 它种的时候 串是 假如是六百克 它 下一个也是六百克 克数是一样 但是它一定比较大 嗯哼 对 所以它比较少 是 对那 有时候我为了要整体性 我必须要牺牲 牺牲一些 牺牲比较大的 那一个 所以让这其他的 这 这一箱八串里面的 都是要一致 看起来是比较一致 就不会是有那个 个头特别大的 感觉特别少的 所以就造福了 就是我们有水果切盘的 这么样 超值的 对 就是那一天来什么 然后个头比较小的 就把它拿来 它都是 说几点会上来 收拾做完 我们接着就做水果切盘了 因为每天都会 有水果进来嘛 就开始减品 那减品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 个头比较小的 来做这件事 所以那个 有听到这一集的 听众你就赚到了 记得要密切注意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是一件 还蛮有趣的 也是一种 圣死议题的操作 对啊 那惨了 你会要常常切这个 没有 听众这么多人 今天非常感谢副总 来我们 这样的一个podcast 谢谢副总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饮食创业大小事 就在创业时刻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